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欢迎卢神宴布施基金会卢佛卿总裁来主持2017年健康医疗照顾和教育讲究军的颁证仪式 我们请卢佛卿总裁上台 哇 变得好高哦 这边 师尊 师母 在座的各位贵宾 上师 教授师 法师 以及各级红法人员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好 在此祝福大家得到红度母不共法的灌顶后 都能消除业障 增加福贵 法喜充满 一切吉祥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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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年我们会再次传统我们的同志 和支持部长 关注这些年轻易都在学习 这一年我们有两个视频 第一个视频是 是Nepal 在这次的发生大爆发封封尼西吁尼尼的 many of you contributed 去到圣安盟的发展发展 在几月中,我们参加了国家 去照顾三个发展的发展 在单身上的发展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 您的支持 可以帮助了尼泊人们的 每年我们都借此机会向大家说明 并报告有关卢生业布置基金会 在这十二个月内所做的工作 今年我们特别录制两部短片 供大家赏评 第一个是关于尼泊尔的 自从2015年 尼泊尔发生大地震之后 许多人赞助了 鲁生业布置基金会的灾后重建工作 今年二月,我们亲自去了尼泊尔 视察三个资助计划的执行情形 从影片中,你们可以看到 您所帮助的尼泊尔人民 现在请播放影片 尼泊尔 开发中的国家面临地震灾难 就如同污漏偏逢连夜雨的挑战 迫使尼泊尔的重建工程受到拖延 然而在你们大家的赞助下 基金会执行了下列的三个计划 对当地的贡献非常的大 第一个计划是鲁生业布施基金会 与尼泊尔政府指定的人人家园机构合作 实施一项大规模的重建计划 为当地的人提供专业技能工具和培训 教导他们建造更安全的防震住宅 例如培训水泥匠介意建立安全的住所 而且可以将所学的技能来改善生活 我们访问了人生家园机构 住尼泊尔Coverty地区的外地办事处 看到了政府批准的房屋重建计划 我们会建了努力工作的志工团队 他们正在帮助一个弱势家庭 从避难所搬到重建好的家园 这个新家是由挖掘地基的泥土 所制成的砖块来兴建的 一块块砖头叠起来的房子 孤然环保 但看起来似乎很耗时 单是一间房子只需花费30天的工程 就能建成 不过尽管有社区参与 以及人人家园机构的工作人员和义工们 天天努力不懈 但修复与重建的工作 显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挑战 当地的美国和平之丰机构 和尼泊尔沙巴机构合作 成为我们基金会的工作伙伴 为灾区的村庄建造了三个社区中心 这些社区中心刚开始时是为无家可亏的家庭提供安全的住处 现在则用来培训妇编织 和制作其他物品来补助生计的地方 例如在Biasi社区中心 安置了传统的木枝织布机 以便妇女们编织色彩鲜艳的尼泊尔纺织品 在Kawa社区中心 妇女们用离子干做成糖果 而在Nala社区中心 她们正在尝试制作豆腐 以及其他种类的糖果 所有生产出来的纺织品 食品和糖果 都在当地的市场和餐馆销售 我们参加了一个妇女小组议会 非常清楚地看到社区中心 是如何帮助这村庄 这些社区中心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地方 并帮助那些受到重男轻女文化下 不平等、不受重视的人们 团结起来发挥力量 让他们的意见也能受到重视 第三个资助计划是 基金会与国际医疗队 和当地尼泊尔乡提机构合作为工作伙伴 该计划是为最贫困的人 提供保护健康的福利 特别是帮助了那些 在尼泊尔农村地区的妇女和儿童 还有产妇、新生儿和儿童保健计划 主要是鼓励人们使用保健设施 以改善偏远社区妇女和儿童的卫生 营养并提升健康知识和教育 我们访问了Sertang、Salang和Nalang 这几个偏远的村庄 实地观察了该计划 并以创新的方式去实施 例如访问Salang村时 我们看到了一个当地的文化舞蹈表演 歌词已经改编了有关卫生和健康的知识 我们和村民坐在一起讨论健康教育 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品质 从刷牙到基本卫生知识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 全村人的健康状况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感谢大家支持卢尚燕布什基金会 在尼泊尔赠灾重建的活动 今天来到尼泊尔跟Krishnaman 他是Shanti Nepal的总裁 我们来看他在这边做的project的成就 我们开始了这个育养和育养健康的计划 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个计划 在这段时间 有些很大的改变 在人们的健康和行为 在这方面的部位 尤其是女人 很大有意义的 与人们的健康和抚业 他们开始了 他们开始了 健康教育的健康教育 他们开始了 他们也开始了 健康教育的健康教育 他们的孩子们 可以更加保护自己的孩子 尤其他的健康 健康 质素 也有疫情,也有疫情,所以我們有看過有減少的病毒性, 因為療癒、ARI,也有減少的病毒性,所以我們有看過一些重要的改變。 謝謝大家,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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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支持盧森葉布什基金會。 這些女士也想感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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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署名的帳號是這樣的相關的援角度. 謝謝。 創立至今九年來 已經捐出超過一百七十萬美元 用於健康照顧和教育計畫 也捐助超過六十萬美元 幫助國際緊急震災以及蓮花獎學金 基金會和本地以及國際的 四十八個非營利機構合作 僅僅在這一年內 我們幫助了超過一萬位各年齡層 貧困的人得到醫療和牙科健康照顧 並且幫助了超過三千五百位貧困的學生 得到高品質的教育 今年盧森燕布斯基金會 將頒發超過三十四萬美金的贊助金 給二十二個有關健康和教育的機構 還有二十五位獲頒蓮花獎學金的學生 以及繼續幫助尼泊爾的災後重建計畫 以上是贊助計畫的概略介紹 這些報導顯示了基金會的工作 如何提升了人們的生活 而各位大德你們捐的善款 是如何幫助大眾受賄 教育和健康照顧可提升人們遠離貧困的環境 盧森燕布斯基金會提供贊助金給每個單位 等於幫助了數千多位受益者包括孩童 這些受益者若沒有你們大家的慈悲贊助 他們的生活就無法實現夢想 各位師兄師姐你們捐給盧森燕布斯基金會的每一塊錢 都是布施行善的功德 而且可以給我們自己打造累世的福報 作為一個移民者或難民 能知道自己的權利是很重要的 同時也應該幫助那些不知道自己權利的人 多多增加知識 參與為移民者和難民提供服務的組織 現在, the leaders from each of the 22 grantee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 Lotus Scholarship students are here standing with me thank you grant recipients for all the inspiring work that you do we look forward to learning from you through this partnership and together we can ensure that quality health and education is within reach for all congratulations Lotus Scholarship students we are proud to support your pursuit of a college education and have high hopes that upon graduation you in turn will help others in need 今天基金會選出來的22個非營利機構的負責人 以及蓮花獎學金的得獎學生都在現場 我們感到非常高興諸多單位和盧森燕布斯基金會合作 共同努力布施行善 讓我們一起將健康與教育普及更多人 恭喜蓮花獎學金的得獎學生 我們很榮幸能支持您完全大學學業 希望你們畢業後也能幫助更多人 讓這社會更加安和俐樂 讓世界更加美好 最後我請代表基金會 感謝真佛中盧聖燕布斯基金會 創辦人年生活佛師尊 祝賀師尊寫書50年 每一本著作發光發亮 261本電子書免費閱讀 感恩師尊大慈悲 大智慧 自決決他的大成就者 祝師尊身體健康 長壽自在 永遠是無敵鐵金剛 Om Ma Ni Ben Mi Ho 我們要非常感謝盧佛清總裁 主持這項非常有意義的捐贈活動 我們剛剛都看到了 成立九年的盧聖燕布斯基金會 所監住的金額已經高達240萬美元 所授匯到的學生有3,552人 所授到醫療健康人數 包括男女老幼 高達10,875人 這樣的數字讓我們非常的讚嘆 但這個數字 它只是一個起頭 這個數字更推動我們的悲心 菩提心 呼籲大家更踴躍 扶持堅助盧聖燕布斯基金會 我們剛剛看到了這個影片 這個盧佛清總裁 我們要做這個行善布斯 他個人也都到 不管每個國度深入到這個災區去探訪 我們也要以熱烈的掌聲 來感謝盧佛清總裁 及盧聖燕布斯基金會 所有理事跟成員 謝謝他們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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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